他是在關心他的兒子 天人還有執著 所以阿瑟士王正在病苦的時候 賓伯沙洛王依然來跟他講 兒子啊 我對你沒有恨 我一點都不恨你 你趕快去找佛陀懺悔啊 因為阿瑟士王在這個人間 犯下了兩個無奸 無奸地獄罪 第一個就是殺自己的父親 第二個就是強暴阿羅漢比丘尼 阿瑟士王強暴誰知道嗎 他強暴了家設尊者的太太 妙賢也叫拔陀神通的第一的比丘尼 把他給強姦了 所以這樣子的兩無奸業啊 那麼還是靠著貧伯沙洛王的愛兒子之心 那麼靠著佛陀的慈悲叫悅愛三昧 所以貧伯沙洛王為什麼被關在這邊 短短的故事我們講一下 因為貧伯沙洛王跟他的太太 娶了王妃 而且娶的是一個 國內最漂亮的一個王妃 叫姦摩 這個故事啊也很精彩 好啦 那麼 那個時候韋提西夫人為了趕快要生小孩 因為誰先生搞不好他就可以接 將來的王位 但是那個時候他就到處去問了 這些外教 包括是奇納教 伯羅門教這些外教 那個外道的神通者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要生小孩 那麼一定要等到一個人死 就是在畢波羅山裡面修行的一個修行人 那個人死了以後 他才會投胎做你們的兒子 那個人有神通可以看得出來 那那個時候 威提西夫人很急啊 就派了一些殺手去把那個仙人給暗殺了 但是那個仙人暗殺之前他就很恨 就算我要投胎做賓伯沙洛王的兒子 我生出來也會報仇的 所以 那麼這個事情沒多久 威提西夫人真的懷孕了 那麼懷孕以後 他就覺得很恐怖 每天睡不著覺 各位 你生什麼小孩 你就有什麼樣的心態 跟外表會表現出來 如果這個小孩子是來感恩的 媽媽就覺得每天睡覺很舒服 精神很好 就像摩耶夫人懷希達多太子的時候 有三十二種銳像 任何一個人 摩耶夫人摸到頭 或看到摩耶夫人 一切病苦都會消除 但是 威提西夫人自從懷孕了這個小孩以後 每天睡不著覺 脾氣變得很不好 那個時候 賓伯沙洛王也知道 那他們兩個也不知道怎麼辦 一直等 一直等 終於把小孩子生下來 想說這個小孩子 真的是他死之前發過誓 是要來報仇的 所以 阿瑟士的意思就是 還沒有生就有仇 叫衛生怨 就是這個意思 阿瑟士本來名字不叫阿瑟士 是後來人家知道這個事情 誰給他取的外號叫阿瑟士 我們就一直傳下來 結果這個小孩子生下來的時候 賓伯沙洛王就跟他太太 威提西夫人把這個小孩子 拿到最高的城牆 把他丟出去 丟出去想說死了就算了 結果丟下去這個小孩子 沒有死也沒有什麼受傷 只有手的部分斷了一截 流浓 那那個時候看到這個小孩子在哭 貧伯沙洛王跟皇后就趕快把這個小孩子抱起來 父母總是疼小孩的 好好的 很認真的照顧這個小孩 所以阿瑟士王非常的被照顧 他的爸爸媽媽懷著愧疚之心 對他非常好 他想說他們這樣對他很好 能不能彌補他過去殺他的怨恨 但是也給他一個最好的教育 但是有一天終於長大以後 提婆達多看到佛陀的身團越來越大 提婆達多自己也要做領導者 各位 修行人最怕想要做頭了 想要領導別人 佛陀常講他不是領導者 他沒有希望別人因為他而怎麼樣 但是提婆達多因為這種自私名利心害了他 他就想要說 如果賓伯沙洛王護持釋迦摩利佛竹林金色 那麼我如何讓阿瑟士王子 將來接替王位以後讓他來護持我 所以他想盡辦法去練就神通 他練就神通以後 終於看到了阿瑟士王的前世 一般當基也會啦 當基有一兩世的神通 他知道這個事情以後 就去跟阿瑟士王子講 結果阿瑟士聽了以後很震撼 他就去問他的媽媽 維提西夫人 維提西夫人被他這一問 他也不否認 阿瑟士就非常的恨 找時間去跟賓伯沙洛王啊 跟他父親比賽 比賽刀劍 結果他的武術超過他父親 他想要殺死他父親 好在有一個人阻止了他 我們昨天到林九山上去的旁邊有一個大的金色 那個地方我們佛教給他叫做 綺婆芒果園金色 這個綺婆是 賓伯沙洛王的育衣 國衣 那這個綺婆也是 賓伯沙洛王的兒子 不過這個兒子是撿來的 綺婆不知道是誰生的 聽說是一個樹精 所生下來的小孩子 那因為阿瑟士 他一個人是獨生子 但是呢 有一次他到外面 看到一個小孩子被丟在路邊 他把他撿回來 那個就是綺婆 那麼斌伯沙洛王也很疼他 把他立為太子 但是綺婆對 對接王位也沒興趣 他從小就是學醫生 終於成為 那麼國醫 不但是如此 整個佛陀的身團誰生病 包括佛陀 所以綺婆名義在我們佛教歷史很重要 那麼這個事情 阿瑟士王子知道了以後 他就把斌伯沙洛王 斌伯沙洛王這個人很虔誠 他知道自己錯 當他兒子講出這一段過去的事實 他說沒有關係 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因為我曾經傷害過你 因為他聽佛陀講的 人要相信因果 今天 父子有債 你今天欠小孩子的債 必定要被他殺死 賓伯沙洛王啊 甘心受死 因為過去他把他丟下去過 殺死過他 但是好在綺婆名義抱著 賓伯沙洛王被關在這裡面的時候 不但沒有怨恨 每天懺悔 每天懺悔 那麼站起來向著窗戶 一直念著 釋迪伯沙洛王的名字 不但念著釋迪伯的名字 他知道賓伯沙洛王的信念 那麼每天派目見人來給他受八觀摘戒 不但給他受八觀摘戒 還請了最會講佛法的傅羅那尊者 來跟賓伯沙洛王講解佛法 講解解脫 所以賓伯沙洛王在被關在裡面 每天受八觀摘戒 每天懺悔 每天聽佛法 而且維提西夫人 每天洗澡把牛奶蜂蜜 融合在身上 偷偷跑進來 衣服脫下來 讓他先生吃他身上的蜂蜜牛奶 所以賓伯沙洛王在裡面 過著他這一輩子最快樂的生活 能夠修行 能夠懺悔 每天受八觀摘戒 每天聽聞佛法 就這樣 由本來聽佛陀講就證得出果了 繼續惡果的努力 消滅自己的嗔恨心跟慾望 消滅有慚愧心 終於證到三果 但是他還沒有證到三果之前 賓伯沙洛王 阿瑟士 知道他的父親 越過越好 照人家來看 怎麼關了二三十天都不會死 氣色還發亮 裡面的看守人說 你的父親臉色越來越好 越亮 那麼他終於知道是他的媽媽 為提西夫人 所以來把他斷腿 斷腿的時候 賓伯沙洛王一點也沒有恨 他繼續的修行 只是他看不到零九三 看不到說法台了 就這樣證得三果捨爆 那用賓伯沙洛王代表地牢 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現在都被關在地牢裡面 在我們的身心痛苦裡面 但是內心裡面 唯有念佛 念法 念身 你就可以得到在家最高的阿納涵 或是願意念阿彌陀佛往生極樂世界 所以賓伯沙洛王 為提西夫人 阿瑟士王子 都是一種菩薩的視線 包括提佛達多 他告訴我們是生命的真相 就有這一些多變化的挫折 只要從這個變化無常裡面 去找到生命的真理 印度傑蘭 樹乃萬千 壯麗崇高 此為奇蹟 這是玄奘 在大唐戲玉記中的一段記載 他還說 他們一天到晚辯論問題 談論生傲義理 如不是談論三丈深意 這人就要自殘行賄了 想入寺的人 大多因回答不了守門人的劫難而敗走 只有學識淵博之人才能進去 所說 正是世界上最早 規模最大的 納蘭陀大學 玄奘於西元七世紀時 來此休學了五年 在摩羯陀國 介日王的大力護持下 納蘭陀大學 不僅吸引了各國學者 他高達九層樓的長書樓 多達九百餘萬卷的長書 容納萬余民師生 共修及生活的廣大小區 和他開放先進的教育形態 在在說明了 他曾經擁有的登峰造集 我們現在所在地 之前就是佛陀涅槃三百年以後 有阿裕王在這邊建一個設立佛的紀念塔 那當時候只是小小的 後來經過了幾個王朝 越蓋越大 那麼納蘭陀另外一個意思 是在印度一個出名的國王的名字 那這位國王啊 悲心 而且布施無厭足 所以納蘭陀也可以叫布施無厭的意思 所以就用納蘭陀來做這個地方的名字 那麼納蘭陀大學啊 現在挖出來有十五公頃 裡面有一棟差不多九層樓高的圖書館 有六座大的寺廟 有十二座出家人的佛學院 神院這個地方 那麼納蘭陀的起見是在西元五世紀的時候啊 在一個叫鳩摩羅吉王 那麼鳩摩羅吉多國王所發起所見 那個時候的名字啊 是叫納蘭陀大聖院 納蘭陀馬哈比哈 那麼那個時候是用佛教大聖院 那麼到西元七世紀的時候啊 那麼在玄奘法師的大唐西域記裡面 特別記載 他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看到的光出家的法師 就是教授就有兩千多位 學生有上萬人 後來一直增加到出家的法師教授有五千位 學生有一萬多人 那麼尤其在西元七世紀的時候啊 有一個介日國王 特別護持納蘭陀大學 那什麼護持呢 那麼由這附近的一百戶的大稅收 一百戶人家的稅收 那麼每天來供應這邊的日常所需 然後這附近的兩百戶人家 全部大家來煮飯 或是提供一些休學者的日用品 所以納蘭陀大學完整來講 都是有每個朝代 經過三個朝代的國王大護持 那麼納蘭陀大學是起見在西元五世紀 那麼回夷西元十二世紀 總共有八百年的精華時期 那麼在這個精華時期的時候啊 那麼尤其在第三個皇朝叫帕拉皇朝啊 那個時候全世界包括印尼 包括歐洲國家都派遣了出家人 來這邊拜訪 那個時候的國王 那麼每一年都要來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但是納蘭陀大學的研究方式 跟一般的讀書的地方不一樣啊 剛剛我們導遊講過 來這邊是研究所 這邊是以辯論研討的方式 你要進來這讀書 要經過看門人問你一些佛教的問題 如果不行的話是進不來的 所以這邊是以辯論為主 那也可以說這個時間啊 尤其在八世紀的時候 是佛教的整個學術研究的黃金時代 但是也有一個問題 在西元七世紀的時候啊 介日王他比較重養梵語梵文 所以這邊是用高級的印度的梵文啊 來做辯論 那麼這邊大家就開始在學識上 理論上非常的精進 也就是說佛教歷史啊 就叫阿比達摩論化 完全的理論化、學術化 慢慢的跟佛陀當時候 希望用通俗的語言來弘法 越見越遠啊 這也是後來在八世紀的時候啊 佛教日見的沒落 而且沒落以後啊 就開始對其他的種族啊 乃至其他的宗教 當地的婆羅門教 並不是很重視 所以納蘭陀曾經有一次火災 就是因為 有兩位婆羅門的苦行者 經過這個地方 結果有幾位沙咪啊 看不起這幾位婆羅門的苦行者 給他潑水 潑水以後這兩個婆羅門啊 就借機會在這個地方辦一個火祭 那火祭以後把這裡面的火 丟到焚燒這裡面的地方 那一直到十二世紀末的時候啊 阿富汗土耳其的回教徒進來 更是殘殺裡面全部的出家人 全部的佛像 全部的財寶 全部把它毀滅掉 到十二世紀末的時候 整個納蘭陀已經不見了 那現在我們來的是 叫納蘭陀大學紀念公園 納蘭陀大學 距王舍城僅十一公里 如此富有聖名及規模的遺跡 卻是等到十九世紀 才在西方考古學家 亞歷山大 康林漢的領導之下 《易循大唐西域記》中的記載和描述 展開了搜尋與挖掘的工作 經過多年的努力 在這兒 除了發現許多珍貴的文物外 出土的建築遺跡 更是令人嘆為觀止 大致說來 森院主要分布在整個大學的東區 除了講堂、圖書館、宿舍之外 還有廚房、浴室、蓄水池、竹長室 甚至蓄墓長等 當然必不可少的 是每一建築群中 供奉著巨大佛像的聖殿 西側則主要分布著許多的塔寺 除了雄偉莊嚴的設立佛塔之外 還有許多的小塔 可能是為那些來自四方 卻在留學過程中 不幸往生的學子們所見 然而 將佛教推向行而上 哲學思辨過程的 納蘭陀大學 畢竟是與社會大眾 漸行漸遠了 同時也註定了他神行相離 遭激與毀滅的命運 法劇經中佛基成說 謹音多言 不是奉行正法的人 聽聞雖少 而以身行正法 對真理不放一支人 才是真正奉持正法的人 這對無論身處何時何地的佛弟子來說 時當引以為戒 位於王舍城附近 我們最後來到的是 佛為渡其於眾生 而修行釋法的寒靈秋種 在四驕無人佛在行道第七年 等於四十年後 在這地區上 來想行道立天宮 結果是王舅三個月 在四驕無人佛 四十年後 新凡國王就來夏培 夏寶,那麽真凡國王在夏寶進城,天府京,現在是駐著四個阿羅漢 那麽第二年呢,四季毛利福島,有很多幾多雅車的地方 進行到那種的重心,第七年就是來投入天宮 所以呢,佛島的六島裡面,一切重心啊,都用種種方法去導發 這就是我們台信京電所下到的,那麽第二種菩薩本王京 有得到這個地方,生梯在梯上面講這個 那麽騎在六島… 有得到這個地方,生梯在梯上的大陸 告朱比丘 过去未来色无常 况现在色 圣弟子如是观察者 不顾过去色 不惜未来色 与现在色艳礼遇 正向灭尽 在佛教经典中 另一个重要的说法舞台 这是位于恒河北岸 交洒罗国的首都 色魏城 色魏城由于正好位在 三条重要商道的 会合之处 以致成为当时繁荣的 商业中心 而经济的发达 也导致了宗教的兴盛 据佛经记载 佛陀在此 至少度过了 二十四个余计 现今僧侣旅及信众们 时常在此进行各种助导仪式 宜然的脚步和虔诚的送金声 交织在绿印红砖中 为这个人眼看世间的遗迹 更增添了不少 庄严树木的气氛 西元2001年 我们跟随师傅的脚步 来到了位于现今印度北方 帮进内的沙河春 这正是古社会城中 著名的奇数及孤独园的所在地 这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园林 占地大约石甲 在陆续出土的十六座 风格各异的遗址中 除了那些标志着佛教昌圣时期 也就是西元五世纪到十二世纪 所新建的佛塔寺院之外 最引人瑕疵的 就是据称时当初 几孤独长者 为佛陀所建的 居上坡具体金色 以及剑驼具体金色了 相传世尊 当时即是进驻在此 并曾漫步 精心雨起长廊 而剑驼具体金色 更是佛陀宣说重要经典 阿弥陀经的所在地 偌大的园区中 另一个吸引人们目光的焦点 就是美丽而巨大的 阿难菩提树楼 这棵枝叶繁茂 绿意盎然的大树 不但令女人眼下 心中一片清凉 有一个温柔的传说 更是叫人内心低回不已 那是佛陀结下安居 与此时所发生的故事 由于佛陀常油画于印度各处 只有在短短三个月的雨季 才得解释 值得很提侦